太上道君说解冤罚罪妙经 尔时太上道君与诸圣众 在八千灵下七宝台中 罗列威夷 夫尘道药 彼神莫作如玉金山 仿七宝光明照福堂地狱 见福堂之内男女善人 快乐无为 逍遥自在 复见诸地狱之中 恶鬼穷魂 以日寄业 受种种苦恼 稀无人形 五体坏烂 积餐蒙火 可饮戎铜 足缕刀山 身负铁杖 遍体流血 悲毫彻天 事实会中有一真人名曰广信 从作而起 击手前进 上白道君曰 父神此辈穷魂 生有何救 而受滋苦 道君曰 受诸罪者在世之时 不敬三光 欺负神里 持恶无逆 不忠不孝 不辞不仁 毁伤悟命 杀害众生 福尽寿中 当受思苦 事实 广信真人 心生哀悯 欲其祭拔 兴望妙力威光 许令开度 福盟道君 垂赐金言 广设法要 为诸众生演说世经 名曰解冤罚罪 刘步于世利益存亡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一心专治入境持斋 焚香行道 六时转念是经 武当随愿 保佑其人 使素氏冤愁 诚服超度 幽魂苦爽 各祸超生 真人广信 欢喜再败 罗吕圣音 耳座颂约 伪哉大道君 长谱无量宫 周济生死海 忌度超罗峰 罪对不复欲 福报与明通 用神安可策 赞之焉能群 事实 广信真人 女诸圣众 文法将毙 各个击手归一 信寿奉行 太上道君说 解冤罚罪妙经